本节我们来看一下通过电子邮件共享 打开要发送的工作簿 单击文件选项卡 在打开的列表中选择共享选项 在共享区域选择电子邮件选项 然后单击作为附件发送按钮 系统将自动打开电脑中的邮件客户端 在界面中可以看到添加的附件 在收件人文本框中输入收件人的信箱 并单击发送按钮 即可将文档作为邮件发送 本节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